師傅,今天呢,我們要來看一下如何讓木瓜不要長得太高 那這個方法呢,就是你看一下我們家的木瓜 你看它分身的還蠻多的 就是它從旁邊側芽 呃,再分身出許多一些枝條 那其實木瓜啊,它 你一般啊,你不要給它做了很多動作 它基本上會一直長高 這樣子呢,你果實會非常的難摘 那所以說呢,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我目前這樣子的話 那你可以從 它一定的高度把它砍斷 可是你要考慮到 它的那個,生長的那個活力 也就是說呢,你不可以把它砍得太下面 如果砍得太下面的話 它有可能會死掉,因為它養分不足 或是儲存的能量不夠 那我這一顆呢,它有一點生病了 它被一些類似黴菌的東西感染 那基本上呢,它這樣子的話 我是查網路說 好像是噴醋酸是有用的 那我之前 有噴酒精試過了 結果非常沒有效 好啦,那我就會乖乖的噴一下醋酸 因為我之前 去年的話,就有噴過一次了 醋酸倒是有用的 呃,要不然就是 我的政策是 那個 霧淨天者,試者生存 就如果它活不下來的話 呃,那我就會放它去啦 那我覺得它應該撐過冬天就好了 因為這個黴菌的話 它通常是在冬天長的 然後如果你要噴的話 你可以買一罐 像這個 噴霧器 然後裡面就把 醋酸很便宜 然後你濃度弄高一點沒關係 好像是PH值的關係吧 PH值 它會影響它那個黴菌的生長 然後噴一噴它 就會不會把它感染的那麼嚴重 可是你要看喔 它是 呃,正面 也有 然後其實背面也有 背面也被感染了 所以你要兩面都要噴 要不然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它摘除 不要讓它去感染下一個 葉子 呃,補充一下 那個 這顆木瓜 底下 這個是樹葡桃 然後 我 我終於讓它適應這個環境了 它終於自己也適應這個環境了 然後聽說呢 它要長十年才會 長出那個葡桃 然後普通的葡桃啊 它是藤本的 那可是呢 這個叫樹葡桃 它是 木本的 木本跟藤本的不一樣 就是 你看旁邊這個川漆 它就叫藤本 就是 它是用藤蔓杏的 那 木本呢它就是 那個 有木 就是有種樹幹的那種感覺 我講的簡單易懂一點啦 我們不要講專有學術名詞 而且我也差不多逛光了啦 好 那這個樹葡桃呢 呃 在台灣也栽種的很成功了 如果大家 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上網Google 然後 剛好它的產期啊 它一開 就會長非常非常多 然後 樹葡桃它的那個樹啊 會非常的非常的大 那一口氣就會 呃 長出非常多的葡萄 那 大家就可以幫農民 呃 買一下 我們支持 國產貨 那通常 我覺得啦 就是農產品喔 最大的問題就是 找不到銷路啦 那 我覺得現在 大家可以聰明一點 不要再 給中盤商那個賺了 我們可以直接向農民購買 然後 農民呢 你可以自己上網 PO自己的貨 還不錯啊 那 接下來呢 就是這顆 這顆我不知道是 看起來像桃之類的 好像是 呃 好像是之前 黃金果吧 還是 那個什麼 桃 什麼桃之類的 然後我就亂丟 然後它就自己長 長成一棵樹了 而且長得越來越大 我看應該要跟木瓜一樣啊 它如果長得太大的話 我應該會幫它壓枝吧 呃 我們剛才 像木瓜這個啊 我們就是把它直接砍斷 然後讓它 讓它 不要向上生長 然後就會往橫的發展 那像這種呢 它可以壓枝條 那 壓枝條呢 我看之前的一些農民的做法 就是 稍微綁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壓下來 就這樣壓下來 因為這種 植物是有韌性的 所以說 你可以把它壓到 你喜愛的樣子 然後讓它固定生長 然後只要它 呃 驅幹木質化之後啊 它就不會 就可以不用再壓了 它就會 往你那個方向 生長 那 像這些植物啊 遇到颱風啊 都不會怎麼樣 就是因為 它們有非常大的韌性 你這樣咬啊 對它都不會怎麼樣 那 其實我覺得人也應該要這樣子啦 就是遇到大風大浪啊 你要懂得 進退 隨風飄咬 不要跟它硬扛嘛 硬扛總是不好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吧 謝謝大家